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今日华为很像曾经的恒大 历史也总惊人的相似 台积电三奈米差点背锅 最新爆料 25发热 破手是一零件 白兽套许家印疯狂向海外转移了一千亿 怎么分 过度乐观 航空运力过剩 录黄金周廉价机票 价格腰斩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财经热点 今天是美国时间10月2号 星期一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个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为很像曾经的恒大 历史也总惊人的相似 曾经恒大是不能质疑的 胆敢有谁敢说一句恒大的不是 马上就会引来一群人的狂喷怒对和谩骂 作者米特范米饭说撰文说 当时许家印被无数的媒体争相追捧 那一刻 媒体挪言必息一脸的谄媚 主流媒体更是对许家印铺天盖地的报道 绝不容许任何有关恒大的负面新闻出现 早在2015年 穆迪标普就已经把恒大评级调整为币减 不建议购买其债权股票或继续向其发放贷款 但当时被各大官媒驳斥 认为这是境外势力抹黑中国企业 帮助美国政府打压中国民营企业 八年后 依然还是这家媒体 报道许家印被查 当年官媒痛斥境外机构对中国企业评级偏低 不了解企业 境外机构评级标准僵化 主观上有夸大中古经济和中国企业潜在风险的西方惯性思维 不排除成为海外做空机构帮凶的可能 更让人讽刺的是 许家印的消息最早还是外媒曝出的 中国的媒体还在指责外媒造谣 期待着官方和恒大能够辟谣 直到官宣了 曾经追捧恒大的媒体 马上掉转枪口 开始痛骂许家印 这些媒体真的比那什么还无情无义 比那什么翻脸都快 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 只不过那出戏的主角在不停的变换 看戏的人永远还是那群人 现在的华为又被这些媒体和人造成了神 今天的华为特别像曾经的恒大 也许用不了多久 当一切退去的时候 华为的明天或许也是今天的恒大 希望到那个时候 今天追捧华为的这些人 能够嘴下留情 台积电三奈米差点背锅 最新爆料 i15发热 货手是一零件 iPhone 15 Pro系列新机出现容易过热的毛病 外界一度以为是台积电三奈米的问题 但苹果官方上周末发声明表示 主要是iOS17系统的漏洞 与第三方应用程式交互作用下缩导致 此外 有业内人士爆料 罪魁祸首恐怕是规格升级的DRAM 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造成运行庞大负担 致命科技爆料者Reveganus在社群软体X上 引述一位熟悉苹果半导体业务的达人说法 几乎已经确定iPhone 15系列的DRAM是发烫的罪魁祸首 规格升级的DRAM为了配合资料处理速度 消耗了更多电力 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热 Reveganus也提到 该名业内人士认为 此问题可能会在一至两个月内解决 并已经排除其他会引起过热的可能性 而Tech Insights先前拆解iPhone 15 Pro先机后发现 大载的DRAM是美光最先进的 D1 Beta LPDDR5DRAM晶片 此前南韩媒体将iPhone 15过热原因 指向台积电3奈米制程 并提到此迹象可能是 FenFight的制程技术已经到达极限 而提早在3奈米转进GAA制程的三星将有突破点 且如果市场对台积电3奈米存疑 客户可能会转向或同时采用三星的产品 引起热烈讨论 白兽套许家印疯狂向海外转移了1000亿 怎么分 身价曾高达420亿美元的 中国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 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海外社交平台X注册账号 为亚洲金融的网友9月29号发文称 许家印策划逃跑有5年了 亚洲金融根据恒大的财报发现 从2018年的三条红线开始 许家印就通过分红和美元债的形式 疯狂向海外转移了1000亿左右资产 当然 鉴于许家印是白手套 这些钱在海外需要继续分割的 这两年 许家印的心思完全不在保交楼上 而是和老婆离了婚 继续通过还美元债的方式 继续向境外转移资产 这种美元债是定向高息发放 特工给许家印家族购买 目的就是掏空恒大 他向美国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 想通过债务重组 免除掉所有的债务责任 现在恒大账面上现金只剩十几亿 还拿什么保交楼 许家印被拿下是应该的 但他留给相关方的万亿债务 大量烂尾楼又怎么解决 在中国大陆 政商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尤其是房地产业 背后都有中共权贵势力的影子 历史学者 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 也在其最新会员节目中指出 恒大仅仅是刚刚开始 后面碧桂园融创这类的会一个一个的爆掉 日本投行野村认为 在楼市持续恶化 出口疲软及民企信心减弱等冲击下 中国经济在未来数月将持续低迷 甚至恶化 张天亮指出 2020年8月20号 习近平发布三道红线的禁令 掐死了中国房地产业 也相当于掐死了中国经济 习近平以行政的手段去干预市场的做法 其灾难在三年之后终于显现出来 张天亮强调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战胜市场 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权能够战胜人心 权力的强制力是不能够左右人心的 当权力逆市场而动的时候 权力会被市场打倒 所以他认为 市场力量将成为打败中共政权的一个重要力量 学者莫之许认为 这样的中国房地产本质上就是庞氏骗局 恒大只是这个庞氏骗局的一部分 许家印的倒掉 只是这个局破了的开始 所有人都会为此多少付出些代价的 过度乐观 航空运力过剩 陆黄金周廉价机票价格腰斩 据《证券时报》报道 今年中秋与大陆十一国庆双结叠加 组成了八天的超级黄金周 作为大陆疫情全面开放之后的首个黄金周假期 今年旅游业的消费情况备受关注 消费市场是否火热也成为观察疫情后 经济任性仍否如预期中复苏的重要窗口 报道说 廉价首日各大热门景点人头攒动 不少餐厅饭店开启排队长龙 这些火爆的景象被夜内视为迎来了近五年最火黄金周 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大陆各种旅游产品黄金周预定量较2019年同期增加20% 部分热门城市酒店预定量甚至比2019年同期增长5倍 其他长线旅游与出境游也都有大幅增长 虽然媒体报道民众在黄金周假期出游性质极高 但另有消费者发现 9月初以4054元人民币买了从成都前往乌鲁木齐的机票 但在假期前夕再查询时 发现同一航班往返机票已降到1850元人民币 损失达数千元人民币之谱 令消费者感到十分无奈 另有两位网友买了南京至乌鲁木齐机票 从2886元人民币降价为1755元人民币 让他们感觉旅游还没开始已吃亏不少 网友们直呼心态崩了 阿波罗网副频道视频今日内容是 阿波罗网报道 以色列属华乐庆祝中共国庆禁打ROC 小粉红怒出针 综合报道 对中共施压 黄岩岛冲突后 六国骑艇菲律宾 惊起南海联合军演 许家印被抓 恒大总部警察密布 戒备更严 中国女子在挪威被逮捕 只因飞机降落时拍摄 中国乱象再出 十百名扶劈 拍脑门治国 台湾有些选总统人也是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感谢会员的无私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分享您的见解 也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留言